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綿寶寶 今天肅請我特地裝成海綿寶寶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我今天接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任務 要來找一位蟹老闆 而且聽說每年到這個時候秋風涼爽的季節 大家都捧著一堆現金要來找他 而且還不一定買得到喔 這蟹老闆裡面裝的究竟是什麼法寶 我們趕快來看看 蟹鳳姐 你是蟹老闆嗎 對啊 我就是蟹老闆 我聽說你這裡有過一項東西 是讓大家非常瘋狂而且十分著迷的 你葫蘆裡頭裝的究竟是什麼法寶啊 是美味蟹寶嗎 絕對不是美味蟹寶 不然你是到底是賣什麼東西 我養的是活生生的大雜蟹 大雜蟹 怎麼會看到我的眼睛亮了起來 我跟你說我真的不誇張 我長這麼大 我也吃過大雜蟹耶 而且聽說它那個蟹膏之濃郁 還有它的蟹肉汁鮮美 大哥 可是黑咖五米的大雜蟹不是在陽城湖嗎 我們這邊的品質有比他們好嗎 我們台灣喔 在養殖大雜蟹的技術 從大陸傳過來已經有大概七八年以上了 所以我們在經驗的累積之下 我們台灣也可以養出蟹膏非常濃郁的大雜蟹 真的嗎 可以媲美我們陽城湖的大雜蟹 可以媲美陽城湖 大哥口說無品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當然要試吃看看啊 我們在試吃之前 我們先來去餵大雜蟹 要去餵大雜蟹 所以你今天準備這是會吃的嗎 對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餵的飼料 所以我們要吃它之前 還要讓他們吃最後一餐對不對 沒錯 算是 我來幫你餵大雜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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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封大雜蟹 全台灣一年能吃掉六百噸到八百噸的大雜蟹 每年到了秋季 就是品嘗大雜蟹的最佳時機 今天特別來到西湖 找這位蟹老闆 要來品嘗看看 我們在地新鮮的大雜蟹 煮米真的媲美陽城湖嗎 但是要吃之前 我們要先讓大雜蟹吃喝飽 所以肯定要先來準備大雜蟹南瓜營養餐 以這南瓜來代替 含有什麼營養的東西可以補充給它嗎 其實很多人都會以為 南瓜這個色澤 是為了要給螃蟹的蟹膏會黃一點 對耶 這個顏色有點像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 不是因為這樣子嗎 不是 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南瓜的東西 它有含植物固存 就叫做南瓜固存 是螃蟹非常需要的一種營養 所以在它成長過程中 缺乏這個是可能就長比較不大 對 這個是很健康 而且很天然的東西 對 而且它很喜歡吃 它也很喜歡吃這個 對 對 對 想不到大雜蟹跟我一樣 可以吃金粿 因為南瓜裡頭有豐富的植物固存 能提供給大雜蟹們 滿滿的營養分 蛋白質高 天然健康的南瓜 也替大雜蟹的成長加了不少分 大哥說啊 因為炸雜蟹的嘴巴小小的 所以我們這個南瓜呢 還要把它削籤 這樣給他們吃 在削這個南瓜籤的時候 我就想起了一個人 那就是我媽媽 想起他煮的金粿米粉 那個是我小時候 非常懷念的味道耶 唉 不過這樣削 我們要削當時 噓 啊 妳是好嗎 大嬤 妳哪裡有機器 妳怎麼不告訴我 我知道妳去把我媽媽 接著去削槍桌要削什麼 妳說要削槍嗎 所以用這雜蟹 用阿嬤的刨刀 要來刨南瓜絲 可是會不會負起大雜蟹 用雜蟹來才會快 但是其實 餵食大雜蟹們的飼料 是要看時期來做調整的 在剛開始蟹苗的時候 是餵食蝦飼料與肉類 來補充蛋白質 中期的時候餵食南瓜 而在後期收成之前 就要餵食新鮮的小蝦 來補充足夠的營養分 大哥 我們那個南瓜削什麼削好了 那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就是在淡水滾有沒有 對 我們把南瓜剛才我們削的 這個有沒有 先把它錄下去 錄下去 就是要給牠 對 要給牠說 待會我們 我們等了要去吃螃蟹的時候 油就變成水了 好 對 還把南瓜的營養分釋放出來 要煮鬼的營養成分 就釋放出來 對 用一些麻糬 加麻糬吃得真好 把牠削的花去吃 把牠放進去麻糬裡面 這樣繞不掉 吸進去 牠的營養吸進去裡面 對 所以牠們兩個算是相符相成的 沒錯 而且麥片是全區都可以適用的東西 對 比我早餐吃得還豐盛 南瓜煮熟後呢 斯韋哥端出牠的祕密武器 麥片 將麥片加入南瓜水中 讓麥片完全吸收南瓜的養分 接下來 再把這兩種飼料混合 大雜蟹的南瓜大餐就完成囉 大雜蟹在當我這個中透山的船喝了 現在已經可以起鍋了 好菜上鍋囉 麥克思大雜蟹之前 既然快點叫起了許願池 這可是斯韋大哥特別打造的 當然要來許個願 就我們斯韋大哥這裡呢 非常的浪漫啊 居然還特別打造了一個許願池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許個願吧 我希望我在這裡可以吃到 很多很多 很美味很美味的大雜蟹喔 OK 許完願了 我們現在就來投錢吧 欸 蘇婷妳在幹嘛 我在許願哪 妳在幹不是許願池嗎 沒有啦 我許願池是在騙孩子的啦 這是在騎螃蟹的 那在騙螃蟹的 那在騙螃蟹的啦 我叫妳騙了喔 我差一點就把這個錢丟進去了啦 不行啦 我們的水質這麼重要 你學不會給我帶東西 我螃蟹濕濕濕的就好啊 水質水質是怎麼說這麼重要的 水質 我們螃蟹是算我們養殖的東西 所以水是最依賴的東西 你學不會給我帶東西 它沒洗的就濕濕濕的就好啊 差點鑄成大錯 沒錯沒錯 不要不斷 是 你說水質很重要 我們還是說天氣更冷 還是更熱會有影響 對啊 天氣太冷有沒有 像我們去我們 如果過了20度的水 水溫太多 它就沒吃了 不行 太熱的水 我們做成水鐵變化太大 反正它那個 鞍的太高 雅蝦川太高的時候有沒有 農陽不夠 這都會影響到它的生長 那如果說熱火梯呢 熱火梯有在那裡嗎 對啊 我們現在台灣的雨都是酸雨 所以降下來的時候 pH如果落差太大的話 它也會不適應就死掉了 還有水位的增加或減少 它也是很容易 所以就是雨天啊 然後大雨天啊 或者是寒流都是大哥就沒用 對 沒錯 都要很注意 水質要顧得好 對 這樣我們現在要來洗大閘線 對啊 我們要快來去洗洗 你後面好像大睡了 你不要再受不了 不要再疼 趕快做工作啦 好 專業的報導開闊你的視野 最新最及時的地方訓練都在這 彰化人我們一起關心彰化大腳事 有線電視第一領導體台 新頻道數位有線電視 電視 電影就看大螢幕 立即按下遙控器的指定按鍵 進入機上河 買V6 上萬部電影 戲劇 動漫 都在買V6 靈原牆片看到飽 只要一鍵 讓你家變成電影院 專業的報導開闊你的視野 最新最及時的地方訓練都在這 彰化人我們一起關心彰化大腳事 大閘蟹 喜歡水草豐盛嗎 水質清淨 溶氧量高 無汙染的水域 思偉大哥特別打造了一個 完整的生態循環池 將養殖區裡的水 引流至前面的淨化池 再將淨化完成乾淨的水 回放至養殖區內 打造一個完全天然的水循環系統 透過水草以及自然循環的方式 確保大閘蟹的生長環境 是非常優質乾淨 這樣子也才能養出頭好壯壯 健康滿分的大閘蟹 像這樣一層 裡面差不多一分堆 我都放差不多兩千隻做油 對 所以我們這樣 養兩千隻的治療量有沒有 所以就要差不多這半湯 我們的油漆桶 對 每天要吃這樣吃的肉就是 要吃的肉 還要看他吃的料 所以我們的養殖 就是我們水旁的養殖 不能養殖在中間 你養殖在中間 你就看不到你的養殖存多少 像晚上我們在尋 都會遇到一些像脫殼的 要注意看看他湯有過 像我們這裡 這裡就有一隻 這裡這裡這裡 有嗎 你這是石鐵嗎 這不是石鐵啦 這是湯殼的啦 湯殼 對啊 石鐵它會噴起來 湯殼是噴到水的 這不是死去的 不是 它裡面空空 裡面空空 因為它又湯一隻釣 湯一隻 它脫殼就像在複製一樣 又變一隻比較大隻 蛇在脫蛇皮一樣的 對 沒錯 它這樣脫才會再長大一點 對 它自那些材像五塊那麼大 留給我們台灣 這麼變成這麼大 要湯四五遍 湯四五遍 對啊 所以你這麼年輕的時候 要湯到這麼大隻 差不多要多久的時間 哇 台灣在湯 我們會蓋得比較熱 大到會吃的時候 最不要差不多九個月 九個月 要差不多要一年 對 如果要收到晚 差不多要一年 對 吃錢都靠這次就對了 對啊 沒錯 對啊 想不到大閘蟹 要用這麼長的時間 從蟹苗開始 要養到四五兩大 通常要九個月的時間 在這九個月裡面 思維大哥照顧這些大閘蟹 就親像過自己的嬰兒一樣用心 所以咧 我們在養殖區裡面 可以看到思維哥布下天羅地網 要來防止大閘蟹的天敵 初期大閘蟹還是蟹苗的時候 最怕貓頭鷹 白露絲 還有蛇 但是這些都算是小case而已 思維大哥表示 最好的就是老鼠大軍們 轉條收成前來偷吃蟹膏飽滿的大閘蟹 我們在收成的時候 最大的天敵就是那個老鼠 他的老鼠 他來他會把這隻大閘蟹尾搖在那裡 搖一搖 他會把這個 他的頭蓋在這裡 搖一搖 從這裡就開始吃他裡面的 他的大閘蟹的蟹膏 把他整隻吃到裡面 這樣都空空這樣 這塊都沒去 這樣他這隻 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這些老鼠也太可惡了吧 居然來這裡吃霸王餐 我想要吃 還要在大太陽底下工作 才能換取美味的大閘蟹 不過老天爺應該被我的真誠所感動 既然給我今天幸運的看到 剛脫完殼的大閘蟹 整隻軟的哥哥拿布丁耶 這個就是剛脫完殼的 這剛脫完殼的 這剛脫完殼的 你現在是不是最虛弱的時候 沒錯 而且很容易被其他的那個傷害 你要補充水分這樣 對對對 不然他要咬一下就打起來了 他摸起來很奇怪的感覺耶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跟我們一般那個一樣 但是真的是布丁的 軟哥哥 他現在會咬人嗎 不會啊 那他犬子也是軟的 觀眾朋友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因為他這個顏色啊 跟他實際上那個殼蠻像的 但是你摸下去 真的是軟軟的 所以這個就是剛脫完殼 人家現在非常的虛弱 我們要不要趕快把他放回去 好 趕快 不然他等一下曬成單了 他今天很幸運讓我們看到剛脫殼的樣子 這很難得啦 真的真的 這機會實在是太難得了 遇到剛脫完殼的大閘蟹 而脫完殼的大閘蟹 這時候體型也比之前的還要再大一些喔 那麼看完脫完殼的大閘蟹 也把大閘蟹給餵飽了之後 重頭戲就要登場囉 看這身打扮 以及我那麼興奮的樣子 應該猜得出來 下一站的工作是什麼吧 大哥 我們現在穿成全副武裝鞋 我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沒錯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拿褲子 來去捏我們的大閘蟹 終於要拿大閘蟹了 快快快快 戴我們去 好 我們現在就出了 好 第一次穿起青蛙裝有點笨手笨腳的 所以思緯哥叫我先去對岸等他 他就滑著他可愛的船要來跟我會合 我可是等不及要把一隻隻肥美健康的大閘蟹 給撈上岸 哈囉 思緯大哥 我在這裡 我來喔 我哪怕快點戴大閘蟹 在人家來 我哪怕在哪裡 我哪怕在哪裡 我看不到 有啊 我在這裡看這部都沒看到 要等我 你快點快點 你等多少 你這個可以下去的 我下去不會就把我戀 不會 不會 稍微踩著 你幫我把人家搖去那邊 所以大閘蟹在裡面嗎 你搖去看看 我現在沒看到 啊 有有有 一隻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大哥 你這個網子有點長耶 有點長 你先上啊 那我先上 看到活蹦亂跳的大閘蟹 精神都來了 因為大閘蟹喜歡藏匿於洞穴中 所以只要在前一天晚上 把網子投入水中 大閘蟹自己就會跑進去網子裡面喔 那麼逮到大閘蟹之後 我們趕快來驗收今天的成果吧 大哥 我們今天來看我們的成果 好 你那裡只是小事生手而已啊 對 沒錯 有這樣的收成一定算不錯啊 對 來 先來看看 我們網子先把它打開 要把它添開嗎 對 我這裡先把它打開 他不會把我打開喔 好 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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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應該是 應該是 我 應該是 應該是 我 應該是 這樣我們現在用客戶可以吃嗎 不會啦 要再睡 對 已經等了很久了 對啊 還要再睡 還不能吃喔 像這個這樣 一些我們的池子裡面的泥沙有了 有些草啊 對 而且主要是它是靠塞在那個 呼吸啊 所以它塞裡面多少會帶一點泥沙 所以我們要讓它吐水 吐一個晚上這樣一天 現在我們就先把它 所以你這四個褲子就是要讓它吐的嗎 對 對 對 好 我們先來把它打開一盒 這盒 先讓它吐沙 先洗一下 然後我們待會再來粉結 好 來 蘇晴這隻給你盒看 哈哈哈 要給我親一下嗎 我會怕耶 不會不會 螃蟹在盒 是 有什麼技巧 可以把它加到嗎 我現在給你加 你現在為牠靠後面這裡 這男朋友最看的地方 你這樣手牽著 這樣牠就抓不到你了 老闆這隻是鋼的還是鋪的 這隻要看牠的肚子 看牠的肚子 牠在尖的就是鋼的 牠在尖的 鋪的呢 鋪的就是鋼 哪裡 在這裡 鋪的牠的肚子 喔 牠是牠的 圓形 圓形就是鋪的 鋪的就是鋪的 我們可以從肺後來分辨 大閘蟹齁 公母的分辨 另外 正牌的大閘蟹會有 青背 白肚 金爪 以及黃毛 所以若是要看這隻大閘蟹 是不是這麼做的 就要認清楚這四大特徵喔 開這家咖啡廳 是我們全家的夢想 這是我的身材工具 萬一有個閃失 我實在不敢想像 自從裝了新頻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護系統後 24小時的全程監護 讓我很安心 即使我不在店裡 透過手機 店面狀況 一樣掌握得清清楚楚 實在太方便了 開破新頻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護 易通電話 安裝大考 快播 0809-009-658 想要業績長紅 想要盈利翻倍 開破新頻道廣告拖播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 讓您裁員滾滾 發發發 直播展現 04-711-9440 711-9440 711-9440 有線電視第一領導體台 新頻道數位有線電視 全部都隨意 最多元氣 第3台 觀眾矩目的結束在 旋轉氣波 完成 現在 HBO HD頻道 搶檔劇片 精彩 最新最低鬥的熱門影集 新位HD電影台 華雄音樂院線搶檔 最不勝任的最佳選擇 新頻道就是要讓您看到 不要不要的 思維大哥 那我們現在 因為他們有高矮胖瘦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分級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它 我們剛剛抓的拿出來秤重 量體重囉 大雜誌 好 水人要休閒 再來就看它規格是多重 我們就有分那個2、3、4、5這樣子分 有分級就對了 像你們去市場賣金 或是賣螃蟹 對 我們要去賣金怎麼賣 對 很簡單的 你就自己抓起來 從這個腳 沒有啦 阿路阿路就不一樣 從這個腳 這個肉這裡有沒有 我們給你看看它會定度 如果是軟軟的話 那個太刀心 刀心你不要吃不夠 而且黏它會淋就沒有 黏它的肉也糟了 如果是硬的話就是會比較飽滿 對 像這個有沒有 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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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腳已經長兩隻了 有長期 對 長期 長期 我們就沒有出貨了 這是NG商品 大哥不要緊 我比較有力氣 你吃給我吃嗎 好 待會兒我再包給你拿去 我們NG的就先放大湯 放到一隻 對 有來 有塗到的都有 出貨之前 一定要讓大雜蟹塗水 將塞裡面的雜質排乾淨 接著依照大雜蟹的大小來分等級 同時 若是有斷腳的大雜蟹 蘭斯瑋大哥二話不說 一律淘汰 又很慷慨請朋友享用 像我今天就賺到咕嚕吃喔 接下來大雜蟹分級好了之後 就是要開始包裝 要將大雜蟹綁起來 我連抓大雜蟹都嚇到咕嚕看 現在要挑戰綁繩子 更有辦法成功 這個出貨讓人家 我們就要開始說 要把它包起來 包裝 先包裝起來 你要先刺牌看看嗎 我連抓牌就不敢 你要叫我牌包 他會聽我的話嗎 沒有 你先看我怎麼包 你先示範一次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壓制住 對 先把它自住 從後背蓋這裡壓住 然後把它兩邊的那個角 收起來嗎 收起來 把它往上抬有沒有 這樣拉一下 它就收起來 我看大哥 青菜洗兩人 就像大雜蟹的肉 好洗好洗 我在旁邊是看到眼睛 怎麼吃都失敗 應該是沒有拉緊 喔 好煩喔 口水都要流出來了 我放棄了啦 大哥 你放棄喔 對啊 因為這個真的要有點技巧 這隻還給你 這隻還給我 你放棄啦 我在家等著吃就好了 綁繩子這種困難度太高的工作 我們還是交給專業的來處理 思維大哥 沒有兩三個工夫 就將大雜蟹肉好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料理囉 首先因為大雜蟹屬性偏冷 所以先在蒸籠上鋪上一層薑片 可去大雜蟹的寒氣 那麼也可用紫蘇葉來替代 接著再把大雜蟹表面塗上一層麻油 讓麻油的香味提出大雜蟹的鮮味 終於到了料理的時間了 思維哥 我們沒有人整天千等萬等 就是等這一刻喔 對啊 我們現在都準備妥當 我們就把大雜蟹放進去炊就好嗎 對啊對啊 你看怎麼放 我幫你放 來 這樣好像不對喔 這樣有什麼不對 大雜蟹不是放下去這樣就好嗎 你那樣不要吃過我們的大雜蟹的樣子 因為我們這樣讓它正面下去的位 它這個關節的地方都很多 一層一層這樣這個 對 它的蟹膏會沿著那些關節這樣流失出來 會流出來 對 所以我們要腹部朝上 讓它向上 讓它的膏能夠集中在我們蟹殼 對 在那裡面 所以不能放這樣 真的是越幫越忙 沒有煮過大雜蟹的鄉親愛租椅喔 在蒸大雜蟹的時候 記得蟹的腹部一定要朝上 避免蟹膏溜走 接著再淋上些許米酒去腥 蒸煮15分鐘 那麼熱湯湯湯湯湯湯的大雜蟹 就完成囉 哇 哇 我們蟹膏都跑出來了 對 嗯 有那個香味耶 好 你的伯伯伯伯伯伯 來來來來來 快點我拿一個最大的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看它燒喔 把你拿起來 對… 哇 蒸得很紅 光是看口水就要流出來了 大家不要急 出勤我馬上幫大家試吃看看 美味大雜蟹完成 聽人家說啊 這大雜蟹的殼非常的堅硬 所以我自己今天特地準備了這兩把工具 大哥 我傳好了 我們可以來吃大雜蟹啊 好 我們在說殺雞可以用到扭刀 扭刀 所以我們吃大雜蟹看這個就好了 不用用到那個… 不用用到那個… 那這樣講骨腿的 那不可以的啦 用這個就好了 那個殼不是很堅硬嗎 我這樣講我吃吃它的肉嗎 沒有啦 不用啦 我們吃大雜蟹準備一隻雜蟹 跟黑蟹膏的蟹肉汁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蟹肉汁就可以了 對… 這樣讓你怎麼吃好 我這個二口 要吃大雜蟹不用拿鐵錘 四位大哥說 大雜蟹也可以吃得很優雅 首先呢 我們先來嘗嘗公蟹的蟹膏 蟹膏嗎 喔… 蟹膏就是這裡 黃澄澄的蟹膏 這個就是蟹膏喔 這個可以輸一下 很小的你會洗你喔 興奮一下 人生第一次 嗯… 大哥好甜喔 很香喔 真的很甜 而且那個味道很濃郁很香耶 跟那個我們一般的黑蟹肉 都不一樣 而且它沒有那個鮮味真的很鮮甜 對… 大哥有什麼你這個這麼甜嗎 因為我們沒有在用油啊 真的喔 很差喔 對… 水草養殖的… 對… 水草養殖的方便來說 我們螃蟹帶一些鮮甜味 對… 你如果把它放肉類在吃的味道 它會比較乾脆 對… 你們兩個乾脆吃肉也不行 對… 台灣養殖的大雜蟹品質好 口味佳 一入口就可以感受到蟹膏的濃郁跟香味 思維哥說 吃大雜蟹還有個口訣 就是九尖十元 因為公蟹的蟹膏比較早成熟 所以農曆九月是吃膏的好季節 而母蟹的蟹黃則是在農曆十月為最佳的品嘗時機喔 那麼吃完好吃的大雜蟹 思維哥還特別加碼 要帶我去另外一個秘密養殖區 不過說也奇怪 一樣是大雜蟹 為什麼思維哥要分作兩邊來吃咧 為什麼要分作兩邊來吃啊 我們剛才看到那裡有沒有 你沒看牠的場地很看 就是我們台灣傳統的叫做池塘式養殖 這裡比較小 而且一狗一狗五六狗 對 比較像水溝的 對對對 我們台灣的另外一種養殖方式 這個叫做溝曲式 打開就是燒湯的有沒有 它在燒湯下去 它就變成一個流水的形態 它的水都是相同的這樣子 對對對 就把它當作就是山上的那個水溝這樣在養 就幫牠營造成水溝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為什麼牠這樣刺到你說池塘式的 牠養出來有什麼不一樣嗎 主要就是我們有水流啊 水流養出來的螃蟹 你有帶水有牠會比較大隻 會比較大隻 對 牠會營造一個比較天然的環境給牠 然後牠脫殼就會比較順利 可是這樣 養殖的面積縮小以後 牠反而說存活率一般都比 一般的池塘是低一點 但是養起來是可以比較大隻 比較大隻的 對 對 對 所以你就用兩塊不一樣的方式來吃 說到大雜蟹養殖 思偉哥總是不吝嗇的與我們分享心得 其實這位養殖達人 原本是一位公務員 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因為朋友邀約 會轉身投入挑戰性極大的大雜蟹養殖 現在的牠說到大雜蟹 就像打開了畫甲子一樣停不下來 說的是心得 是熱情 也是堅持 對我們在台灣的無毒養殖的產業 是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我們就是 我們技術的方便 因為你要靠無毒的那方便 去做養殖的 當然你技術的成分要降很大 我也很希望我們台灣 有多數的年輕人 像返鄉在種產的 或是種水果的 看到很多他們很認真 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的孩子 我是覺得這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一定大家都要認真 下去帶動我們這些 無毒產業 精製農業的財務 我相信我們台灣 後面的農業上 或是水産類上 有很大的發展 因為媽媽是葡萄農 從小就是在葡萄園下長大的思偉哥 更能體會農民與土地間密切的關係 當然也有人懷疑 離開穩定的公務機關 跑來做養殖業 受得了嗎 思偉哥回答 沒有受不受得了的問題 只看你要不要做 來到這裡 不只有大閘蟹可以吃 還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可以看 從無到有 思偉哥打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大閘蟹樂園 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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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人 不紐 能提到 多長的 快點 走 對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